这次论坛坚持的最鲜明特色是行动导向高效务实 共建一带路既要凝聚合作的理念 更要采取具体的行动 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 宣布的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路八项行动 包括构建一带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 促进绿色发展 推动科技创新等重大技术 也包括开展务实合作 支持民间交往 完善一带路国际合作机制等具体项目 论坛期间 各方共形成了458项成果 每一项都是实实在在的 这一数量远远超过了第二届论坛 其中包括深化互联互通合作北京倡议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北京倡议 还有一带一路数字经济 国际合作北京倡议 绿色发展投融资伙伴计划 一带一路连接建设高级原则 等重要的合作的倡议和制度性的安排 也有为到2030年为伙伴国开展10万人次的绿色发展 培训将联合实验室扩大到100家等具体的目标 而企业家的大会达成了972亿美元的商业合同 有助于为各国创造更多的就业和增长 此外会议还决定成立论坛秘书处 这将为推动机制建设和项目落地发挥作用 以上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成果 是与会各方为一带一路投下的支持票 也是信任票 共建一带一路不搞清坛管 要做行动派 必将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 促进全球共同发展 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